Hello 大家好 我Eason 上个视频大家看过的都已经了解了 我们迎接回来了一条非常珍贵的鱼 就是丝绒钓 那这条钓呢 在我们缸里面已经待了差不多一周多的时间 但是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它还是发生了 这条鱼刚回来的第三天左右 我就发现它的下巴部位 就是它嘴巴 它嘴巴很长嘛 嘴巴下面这个部位出现了一块白色的斑 那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特别的在意 因为看着也不像白点 就像是可能晚上在石头上蹭到蹭伤了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 一天两天过去 我发现这块地方的白色部分变得越来越大 那随后呢 发现这不简单的只是一个蹭伤 可能就是因为蹭伤导致了一个细菌的感染 现在是这条丝绒钓回来的第六天 一切都还挺正常 除了它下巴上这一团白色的 看着像是 像刮伤之后导致了细菌感染 然后有一些白色的这个绒续状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前两天就有了 从很小一块范围慢慢的扩大 懂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OK今天是这条丝绒钓进到我们的这个缸里 第七天 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状态 那昨天我们为这个缸增添了一个UV灯 这个跟我们楼上那个UV灯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功率小一点 25瓦楼上那个是55瓦 那这个灯呢也是我们宏伟兄弟赞助的 宏伟兄弟赞助了一个灯 同时他知道我们原来那个BM弹分坏了 还赞助了我们个弹分 老板真的是大级 我快撑不住了 有了这些设备啊 我们希望这条鱼能够健康的恢复 今天下来看它嘴上这个部分 好像比昨天稍微好一些 它之前下巴的地方好像已经恢复了 像嘴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黏膜状 像在雕成皮一样 有点像那种蛇褪皮的感觉 那除了这个好像对它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来给它喂点吃的 那看出来它现在是很饿的样子 同样的我是给这个吃的冻虾里面 加了三四滴的大蒜素泡了一会儿 这样的话能提高它的免疫力 吃东西还是相当正常的 非常能吃 那昨天跟我们群里的鱼有交流了一下 它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都是用消炎药 像阿莫西林配合了鱼屎给它吃 或者是用一种黄粉 在把鱼拿出来的过程当中给它这个换处涂抹 也是很快见效 那我就准备一点阿莫西林 因为阿莫西林在我们这里属于处方药 平时没有医生的这个条子你是买不到的 所以我得去问朋友借一点 然后先背着 我们还是主要以观察为主 因为目前它还是能吃能油的 所以我还是不想下药 如果是实在不行需要下药了 那我们也手边可以有这个药可以直接用 所以油备无患 非常能吃 再给它来一点 保证它充足的营养 看下来是只有这条黑掉 有这样的一个细菌的感染 另外四条鱼没有任何的征兆 所以说这种细菌病 只要鱼的抵抗力比较强的话 我觉得是不容易被感染到的 那像这个黑掉我查了一下 它们是来自圣诞岛 圣诞岛是属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外属领地 在印度尼西亚的南面一点 一个非常小的小岛 算是太平洋中一个小小孤岛吧 那这个鱼只有在那里好像才能找到 所以这个鱼从那边一直飞到我们这里加拿大 然后在鱼垫带的没有很久的时间 还没有养定 又来到我们这个缸里面 所以说这路上的几次折腾 可能导致了它有一些国际的反应 然后这个细菌呢 就在它表面开始生长了 那至少现在观察下来 我们这条鱼已经开始融入我们现在这个缸了 所以说我们再观察观察 本来是计划把它放在这里面 可能十几天没有问题就放到竹缸去了 现在看一下可能得把这个时间拉长一些 等它这个病彻底好了 然后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再把它移到上面竹缸 OK那今天视频就先给大家更新到这里 我会继续密切观察这条丝绒掉的状况 如果到达了实在不行的程度 我就会用药物来给它做治疗 那因为我也是那种养海钢 能不用药就不用药的人 所以说大家给我的建议 我都先把它放在一个预备方案 等到实在不行需要用到药物了 我们再上药物 给它做一个彻底的根治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养养鱼吧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红海骑士 在我们大纲里有多happy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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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